农地上鋪设地膜可减少除草剂的使用 土壤含氧量也会比暴露在阳光下的土壤多 有利种子发芽 晴天保持潮湿 雨天防止大雨侵蚀或冲刷 但传统的塑胶地膜不太环保 很难再回收所以跑到土壤 造成土壤的劣化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都还保存了原来的塑胶的一些材料 塑胶模式消耗品年年更换 因为体积庞大难拆 常常直接就地绞碎再翻进土壤里 塑胶为例不止影响土壤 更有可能损害作物 一般的农地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塑胶地膜 它的目的是用来维持温度 保持土壤水分 塑胶模可以阻绝光线 抑制杂草生长 但塑胶难以腐化 会影响到土壤的性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心大学团队研发新技术 把甘蔗渣、凤梨叶变身成 环保耐用的超级地膜 农业废弃物就包含了 稻谷、稻杆、甘蔗渣、玉米叶、凤梨叶、牡蠣壳等等 环保可分解的地膜 是塑胶地膜的替代解决方案 它们搜集平常被忽略的农业废弃物 让这些看似无用的垃圾 也能变成黄金 例如像牡蠣这样的硬壳 最后要怎么变成制作地膜原料呢 把牡蠣装进球罐 球罐里面装有硬度大、韧性高的高珠 透过仪器碰撞研磨 壳变成粉状 再继续萃取出可用原料 这个是稻谷生物碳 各种不同农业废弃物 变成细小颗粒后 经过断烧 最后形成生物碳 没有东西是一个废弃物的 所以我称为叫农业 这个胜于之产 全球的人口从1960年的30亿 到现在80亿增加2.6倍 那这么庞大的人口的话 我们需要粮食 所以我们使用很多的化肥 农业的这个所谓农药等等 也造成了环境污染 土壤污染 所以我就开始讲 用这种的所谓农业的制裁 能不能去制造一个可分解的环境友善 而且是多功能的地膜 多功能地膜能维持良好韧性 控制分解速度 符合栽种需求 百分百生物可降解 分解后直接补充农地养分 增加土壤炭除灰 稻杆传统的做法是 农夫就把它烧掉 所以我们常看到很多这个所谓 这个造成一个空气污染 那稻杆里面含有很多的碳 那我们要把这些碳 蓄存在土壤里面 研发到应用 花了一年多左右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包含很多的跨领域团队的合作 光是靠农费回收再利用的技术 还不足以做出这款地膜 土壤系与材料系跨界合作 用高分子技术 让环保地膜成型 要铺在自然界里面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所以这部分就必须 从我高分子的专长去走 有些高分子它是很强韧的 可以提供这个地膜的机械强度 像是聚乳酸 它是一个生物可分解的 那我们还有加入一些适当的碳材 那这个碳纤维可以再强化 这个地膜的一个机械强度 那增加它的寿命 实际到温室里实验 用了环保地膜的植栽 土壤水分增加15% 维生物活性增加30% 碳增加1.17% 这边的温湿度 都会及时的每秒的监控 上传到云端 第二个我们希望这个地膜 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土壤 所以我们这边有五种土壤 那我们会把地膜 放在这个土壤的表面 生长周期完之后 这地膜就分解了 那我们就打到土壤面 再做第二期的植物的生长 因为混入农业剩余资裁 可省下70%原料成本CP值高 研发团队将透过厂商计转 未来要把多功能地膜 带到全世界 TVBS新闻成员想往后 与台中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